原标体,司马,上官,独宫等这些父姓都去哪儿了? 父姓的人怎么这么少见? 在古代的时候,因为文化的交融等现象比较频繁, 所以父姓之人大有人在, 但是到了近现代,父姓之人却越来越少了。 首先看一下司马姓氏司马, 这一名称来源于西州, 西州时期,社有三有司,分别为司马,司徒,司空, 其中的司马本是官之名, 但却被延续了下去,成为了司马姓氏, 司马姓氏繁荣的时期,主要在西晋, 西晋帝王之姓即为司马, 再看一下,上官姓氏上官姓氏, 却是与司马姓氏略有不同, 司马姓氏是以官之为姓, 而上官姓氏却是以封义为姓, 战国时期, 楚怀王曾经将自己的一个儿子, 封为了上官义大夫, 这也是上官姓的开始, 后来这个儿子的后人, 就以封义名为姓氏, 独孤之姓,独孤之姓, 其实与刘姓大有渊源, 独孤姓氏的鼻祖, 本就是刘家后裔, 刘家自然就是汉光武帝刘秀纳了刘家, 南北朝时, 七, 刘秀的后人在一次攻打凶如人的时候失利了, 兵败被俘, 后来他的后代又被丹于看中, 封为独孤部, 后来独孤这一姓氏就流传开来, 独孤这一姓氏, 还是先为独最显赫的姓氏之一, 欧阳姓氏在众多复兴之中, 流传到现在的, 人数最多的, 应该就是欧阳姓氏, 欧阳这个姓氏起源, 还是比较,